怎样测锂电池这个容量是多少 你看我这个标称5.2暗示 现在剩多少了呢 可以用两种方法 一种是充电法 现在是把它用光 你看现在是已经没电了 咱测一下充进去多少电 这是第一种方法 还有种方法就是用这个 这边这个是电子负载衣 充满之后咱们放下电 把它放光 看一下能放出来多少电 咱们先充后放 为了操作方便呢 用个线笔子 卡到这个正复级上面 可调电源正级接上去 复级也夹上去 充电电压设成21V 然后3A往里边充 然后开始 下面显示它这个容量 充满之后咱看下面这个数值就可以了 已经到21V了 电流再减小 减少到0 它就充满 现在已经是4.27A 现在充满了 你看 0.0几了 4.42A 刚才咱展示的是一种 把电池放光 然后再充满 看充进去多少电 然后咱们可以再用另一种方法 就是现在已经充满了 充满了之后 咱用电子负载仪 然后放光 就是把它放到 咱设定是停止电压14V 放到14V的时候 看它放出来多少电 正级接上去 现在显示电压20.98V 然后10A放电 开始 下面都已经清零了 容量这已经清零了 咱就开始放电 最后等待结果就行了 好了 放电结束 放电时间26分钟 然后容量4.43 咱们刚才测的冲进去是4.42 它俩是非常接近的 现在摸着这个电池 这是发热的 比较热 假如你测量的话 有可能这个数值 这个容量会小 为什么会小呢 因为它这个 带有这个充电器输出 你看是20V 咱充电是21V 所以说它充进去电 肯定会比咱刚才要少 刚才电池不是放空了吗 我又调到20V给它充满 充进去了3.46A 与刚才21V相比的话 差了1A 所以说大家测试容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你按它这个充电器充满 你再放 它肯定达不到这个5.2A 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充的太满了 这里边我拆解过 用的是三星25R 人家的极限是 上线是4.2V 下线是2.5V 我刚才放电 只按2.8V 每节电池那样放电了 所以说是调的14V 这个仅供大家参考吧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